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第三节 期末存货的计量 这节内容非常之重要 第一个大的问题 存货期末计量的原则 一般来讲存货的期末计量 默认的是期末在资产负债表上 如何来劣势存货的价值 为了体现谨慎性不虚增资产和收益 存货准则说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赎低来计量 这里边的成本说的是存货的实际成本 如果存货的核算采用计划成本法 售价金额核算法等等 要把它调成实际成本 那这里边的可变现净值它的概念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讲过了 用存货的估计售价 减掉进一步的加工费 再减掉估计的销售税费后的金额 注意如果存货的成本 小于它的可变现净值 在资产负债表上 要按照成本来列示 而我们日常存货的账簿记录 就是按照成本信息来反映的 因此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特殊的处理 但是呢 如果期末存货的成本高于它的可变现净值 就意味着什么 在资产负债表上 我们要按照较低者可变现净值来列示 而日常存货的账簿记录呢 反映的是成本信息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按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对存货 具体跌价准备 通过资产减值损失 把它进入到当切损益 分录呢 是借资产减值损失 代存货跌价准备 注意资产减值损失是属于损一类的 损一类的机械房会抵减当期的利润 那就是没有导致当期的利润被虚增呗 而我们代方存货跌价准备 是存货类账户的背底账户 那么存货跌价准备的增加 就意味着存货账面价值的减少 它就抵减了资产负债表上存货的价值 没有虚增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 所以这个做法呢 就符合谨慎性 OK 那么存货如果记提了跌价准备 我们用存货的账面余额 其实就是它的成本 简调所记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余额 在会计上有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存货的账面价值 我们来做一下17年的单选题 说甲公司是一般纳税人 二某17年的年初 甲公司库存原材料的账面余额是2500万元 相当于是存货的成本了 账面价值是2000万 那两者之间的差额相当于是存货跌价准备的 期出余额 当年度购进原材料增值税专用发表上 著名的价款是3000万元 那么这个是本期购进存货的成本 对应的增值税是可以抵扣的 390万元 那么当年度领用原材料 按照先进先出法计算 所发生的成本是2800万元 那我们做上要带原材料 借相关壳墨 比如说生产成本等等 那么当年墨原材料的成本高于它的可变现净值 看好了 人家说的是当年墨这个时点 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是多少呢 也给出来了300万元 那你说这300万元不就是期末这个点上 存货跌价准备账户的余额吗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二某17年12月31号 原材料的账面价值是多少钱 我们刚刚铺垫过账面价值的概念了 就是用原材料的账面余额 其实是期末原材料的成本 减掉啥东西 减掉我们针对原材料所具体的存货跌价准备的期末余额 那么存货跌价准备的期末余额 就是期末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题目当中已经给定了是300万元 所以分析到这 清楚了吧 我们要算的是期末原材料的成本 那么期末原材料的成本 或者说原材料账户的期末余额 怎么来算呀 题目当中给定了它的期术余额是2500万元 又给定了本期购进增加的金额是3000万 那就加上呗 又给定了本期发出领用的成本是2800万元 那把它减掉呗 就能够算出来期末这个点上 原材料的成本 或者说原材料账户的期末余额 或者说它的账面余额 用原材料的账面余额 减掉存货跌价准备的期末余额 二者的差额就是期末这个点上 原材料的账面价值 我们按照这个思路过一遍 那么资产负债表日 原材料的账面价值 括号里边2500元材料的期出余额 加3000是本期购进原材料的成本 那我们减掉2800是本期发出原材料的成本 所以括号里边算出来的结果 是期末这个点上原材料的账面余额 在减掉啥 针对原材料 所寄提出来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余额是300万元 最终的结果2400就是它的账面价值了 选项A是正确的 第一个大的问题讲完了 第二个大的问题是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要多重要有多重要 第一个小标题 我们确定存货 可变现净值应当考虑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我们先说第一个以确凿的证据为基础 先来说一下存货成本的确凿证据 如果咱们的存货是通过采购方式取得的 那就是把外来的原始凭证作为它的证据 那如果手中的存货是通过加工等等方式取得的 我们就把生产成本的账簿记录等等作为确凿的证据 第二个是存货估计售价的确凿证据 比如说该商品的市场价格 如果没有一模一样的商品 那就找什么 找类似商品的市场销售价格 如果库存的存货已经跟买家签订了销售合同 那就把合同价作为确凿的证据 接着走 那我们第二个应当考虑的因素是存货的持有目的 概念当中谈到了两个 一个是出售一个是耗用 出售一般来讲针对的是合格的产成品 当然我们以制造业企业为例了 对于耗用我们一般是针对材料半成品再产品等等之类的 那么不同的持有目的可变现净值的计算有区别吗 当然有了 咱们先说第一个 如果说存货是用于直接出售的话 那就比较简单了 可变现净值 用存货的估计售价减掉谁就可以了 减掉估计出来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的价内税金后的金额来计算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减掉的是两个项目 一个是销售费用一个是相关的税费 第二种情况 如果存货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才能够出售的话 那么可变现净值是以终端产品看好了 是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作为倍减数 减掉的是什么 除了减掉我们第一种情况下的销售税费以外呢 还减掉了一个什么东西看到了吧 进一步加工的过程当中发生的进一步加工成本 因此呢 他减掉的是三项要注意这个问题 另外特地跟大家强调一下 如果存货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才能出售的话 我们算该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啊 那个估计售价是它本身的估计售价吗 No 是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 注意 这里边的销售费用 不仅仅包括在销售存货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增量成本 增量成本我们收入准则里边 关于合同取得成本当中首次提出来 后来其他的准则呢 也陆陆续续引用这个概念 比如说后边或有事项准则里边 亏损合同的那个成本也是这样的一个提法 他说不仅仅包含增量成本 还应当包括什么叫增量成本啊 就是只有销售这项存货才会发生的成本 如果不销售这项存货呢 根本就不会发生它 这就是所谓的增量成本 那么还应当包括在销售啊 将在销售存货过程当中 必须发生的除增量成本以外的其他成本 比如说销售门店的水电费 摊销等等费用 那这里边相关税费呢 一般指的是价内税金 比如说我们销售的 你销售的是应税消费品 要缴纳消费税 做账的时候要带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借税金结付价 要把它也减掉 第三个应当考虑的因素是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的影响 显然这个内容跟我们后边有一张 资产费债表日后事项的内容结合到一块了 稍稍有一点复杂 那我把相关的原理给大家铺垫一下 这张图左手册这个点呢 是年度的资产费债表日 比如说报告年度是2022年的话 那这个点呢就是2022年的12月31号 那么右边这个点是财务报告经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出的日子 那么这个日子我们也给他一个时间 比如说打假日315 那么从来年的就是2023年的1月1号开始 到3月15号这段期间 我们把它称之为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 在这个期间如果发生了一些大事 要么是跟报告年度资产负债表日的存在状况有关系 虽然跟它没关系 但是对财务状况有重大影响 对报表使用者的决策有影响 那么这些事项准则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具体包括哪些我们后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那张会给大家深入的讲解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家上市公司在我们大东北 比如说北国春城长春我的家乡 设立一家子公司 临近年末的时候呢 从国外进了一批红酒准备对外出售 大赚一笔 因为到年底了 大家请客示范送礼等等 结果呢 比如说这批红酒的成本是一千万元 结果迟迟卖不动啊 过完年以后到比如说2023年的2月14号这一天 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我想大家都比较喜欢这一天 那么这一天呢 公司派业务员到市场上做调研 结果发现多数东北人啊 并不太喜欢喝红酒 我这个是可以作证的啊 因为本人就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要么是皮地 要么是白地 那么这批红酒只有低于成本价 比如说按照800万元的价格呢 才能够把它卖掉 如果我们不去考虑相关税费的话呢 这800万元其实就是所谓的可变现净值 而这批红酒存货它的成本是1000万元 可变现净值呢 是800万元 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 就意味着我们要按照两者之间的差额 计提200万元的存货跌价的准备 要确认减值损失的 问题就来了 我们计提这200万元的减值准备呀 是反映到报告年度2022年的报表上呢 还是说应当反映到新的年度2023年的报表上 你琢磨一下 大家想一想 说多数东北人不太喜欢喝红酒 是2023年新发生的事情吗 不是啊 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啊 我可以对灯发誓的 所以这批红酒从来的那天 是不是就面临减值问题 只不过你不知道啊 那就意味着这批存货发生减值的事实 在报告年度资产负债表日12月31号的这一天 已经存在了 只不过你当时并不知道 而在资产负债表的日后期间 比如说情人节的这一天 我们通过调研呢 取得了新的或进一步的证据 证明它在资产负债表日这个点上 就发生监制了 因此我们在日后期间 既提的这200万元存货跌价准备 你说应当反映到哪个期间的报表上 当然是反映在报告年度2022年的报表上了 那分路怎么编呢 我们要带一个存货跌价准备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这个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它调的是什么 调的是报告年度2022年利润表上的哪个项目说吧 叫做资产减值损失 金额呢是200万元 当我们将来正式学习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这一张内容的时候 大家就会有更深的体会 其实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这个调整事项虽然发生在新的年度 但是呢 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视同 它发生在资产负债表所属期间一样 就认为它是发生在报告年度2022年听懂了吗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多数东北人不太喜欢喝红酒 不是一直以来就有了 而是进入新的年度出现了一些情况 新的情况 比如说经济下行啊 大家节一缩时等等原因导致的 那这个跟什么 资产负债表日的存在状况有关系了吗 就没关系了 它是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新发生的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非调整事项 我们就得把它反映到新的年度2023年的报表上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做账的时候 待存货低价准备 计方就不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了 用谁呀 用正常的资产减值损失就可以了 这个例子如果大家听懂了 我们再看这个文字的描述啊 小菜一碟了 说资产负债表日至财报 批准报出日之间 所谓的资产负债表之后期间 如果存货的价格发生波动 比如说降价了 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期对资产负债表日就是12月31号 存货已经存在的情况 就是已经减值的情况 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的证据 就是我刚才的这个例子 所讲解的第一种情况 那么我们在确定存货可变 我们在确定存货可变线净值的时候 就应当预言考虑了 那我们提的这个减值呢 就得反映到报告年度的报表上 否则如果是新发生的考不考虑啊 如果是日后期间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导致它的价格下跌 导致我们提减值 那这个是反映到新年度的报表上 跟我们报告年度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在报告年度提减值的时候 考不考虑它新的那个价格的变动呢 就不要去考虑它了 19年的多选题 说我们在确定存货可变线净值时 应当考虑的因素有 A 持有存货的目的 这个当然要考虑了 如果能够直接出售的话呢 用估计售价 减掉估计的销售税费就行了 如果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 才能够出售的话呢 我们是用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 减掉进一步加工成本 再减掉产品估计出来的销售税费 B 是存货的市场销售价格 那这个当然要考虑它了 C 存货的采购成本 跟我们估计的售价没啥关系 有人说 那如果需要经过进一步加工的这种情况 你不还得算可变线净值 你不还得减掉进一步的加工成本吗 没错 是减掉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而我们这个C说的是加工成本 不是 是采购成本 所以这个C是错的 D 资产负债表日耗四项 那我们刚刚通过多数东北人不太喜欢喝红酒的故事 把这个因素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所以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A B D这样的三个选项 第一个小标题讲完了 第二个小标题是存货估计售价的确定 因为可变线净值的计算 最主要的因素是解决谁呀 解决估计售价问题 来 我们要区分两种情况 有合同与无合同 如果库存的存货已经跟买家签订了不可撤销的转让合同 销售合同 合同数量范围内的部分呢 我们是按照合同价作为它的估借售价 那么对于超出合同数量范围内的部分 那我们当然就是按照它的一般市场价格作为存货的估借售价的 假如说没有签合同 那就是按照一般的市场价格作为它的估借售价 提示 这个提示非常的重要 期末对于存货进行计量时 如果同一类存货一部分是有合同价格约定的 就是签合同了 而另一部分呢 没有合同价格约定 另一部分没有签合同 我们能不能够把它们混到一起呢 不可以 企业应当区分有合同价格约定的 和没有合同价格约定的存货分别 来确定它们各自的可变现净值 并与其各自的成本进行比较 从而怎么样 分别来确定是否需要具体存货跌价准备 不能够把它们混到一起 为什么 如果把有合同的与没有合同的混到一起的话呢 容易掩盖生产经营管理当中存在的问题 比如说未来一段时间 如果存货的商品的价格下跌的话 经济下行 你签合同的这一部分呢 因为锁定了它的价格 那可能就没有发生减值 而没有签合同的这一部分 你得执行它的一般市场价格呀 那可能就发生减值了 如果你把它们混到一起的话呢 有可能怎么样 有可能不需要提减值 针对这个点 我们做一道2012年的综合题的节选部分 说206年底一 假公司库存A产生品是2000价 其中500价已将与丁公司签订了不可撤销的销售合同 那么如果假公司单反面撤销的话呢 要赔人家2000万元的款项 那么销售合同里边约定 A产品的销售价格就是所谓的合同价了 每件是5块钱 所以500价的部分算可边线净值的估计售价 我们就要用到这里边的5万块钱了 那另外多少 另外还有1500价没有签合同 那它的估计售价就得按照一般的市场价格来计算了 206年底A产品的市场价格是不是给了 每件是4.5万元 所以那1500价没有签合同的算估计售价就得按照4.5去计算 在销售过程当中 估计将发生的相关税费每件是0.8万元 我们算可边线净值 不管是有合同的还是没有合同的 都怎么样啊 要把估计的销售税费给人家减掉 那么A产品它的单位成本是4.6万元 因为要不要提减值得拿成本与可边线净值进行比较 此前这个信息非常的关键 说此前每件A产品已经具体的跌价准备是0.2万元 一共有多少件 库存的是2000价 每件计题的跌价准备是0.2万元 用2000乘0.2的这个结果是多少 这个结果是400 400是什么概念啊 是存货跌价准备这个账户的期出余额 当后边讲计算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写了一个公式 就是当期应实际应当计题的跌价准备用应题数 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那个差弱 其实也是什么呢 也是我们补题完了跌价准备以后存货跌价准备的期末余额 所以这个公式后面讲的那个公式相当于是用存货跌价准备的期末余额减掉它的期出余额 如果大于0的话呢 相当于是补题 如果小于0的话呢 相当于是转回了 那么考试的时候 如果题目当中真给定这样的信息啊 千万别犯低级的错误 不然的话肠子都毁清了 要求 计算假公司2056年A产品应当确认的存货跌价损失金额 就是刚才我说的用应题数减掉以题数 只不过应题数呢 我们要区分有合同的500和没有合同的1500分别来计算 并说明计算可变现净值的时候 确定销售价格的依据 这个依据是什么 就看有没有合同呗 有合同呢 合同价 没有合同呢 一般市场价格 我们过一遍答案 那么签合同的部分是500件 存货跌价损失的总额 就是公司里边的应题数了 用它的成本 这是数量 用它的数量500乘上 单位成本是4.6 这个是存货的 是有合同部分存货的总成本 减掉它的可变现净值呢 是用500件乘啥 乘合同价 每件是5万块钱 然后再减掉500件 乘上每件的估计销售税费是0.8 那这样的话 我们用成本减掉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是200万元 就算出来了 没有签合同的部分 存货跌价损失的总额 或者说应题数 成本呢 数量是1500乘上 单位成本4.6 这是总成本 减掉这一部分的可变现净值 数量1500 你就得成什么东西了 是不是就得成 一般的市场价格 4.5了 再减掉1500乘0.8 这是估计的销售税费 那么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是1350万元 我们用200加上1350的核是什么 是存货跌价准备的期末余额 就是我后边公式当中的应题数 减掉已题数呢 就是存货跌价准备的期出余额 库存的数量有2000件 每件已经计题的跌价准备是0.2 所以我们减掉2000乘0.2就可以了 算出来的结果是一个正数 1150万元 我们做账呢 要借资产减值损失 待存货跌价准备 这个相当于是补题 那么题目当中还有一小问 千万别漏掉了 就是文字描述 我们计算可变现净值的时候 所弃定销售价格的依据 那就是分两种情况呗 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存货 应当以它的合同价格为基础 算可变现净值 那么对于超出合同范围内的部分 是按照它的一般市场价格作为可变现净值计算的基础 就得满分了 第二个小标题也给大家讲完了 第三个小标题 材料存货的期末计量 注意这个内容几乎年年考 为什么愿意考材料呢 因为材料既可以直接对外卖掉 也可以怎么样 生产销售产品 通过产品的方式来实现它的经济利益 如果是一般的制造业企业 从主业来看 我们持有的材料主要是为了出售吗 不是的 是为了生产加工产品 所以我们要区分两种情况来分析了 那么材料账面价值的确定 如果说材料是直接对外出售的 就按照材料的成本和它的可变现净值熟低来计量 那么这种情况下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就是用材料注意 它本身的估计售价 减掉估计的材料的销售税费就算出来了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是考试经常考的 材料是用于生产加工产品 那就意味着材料的经济利益 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 是通过我们最终销售出去的终端产品来实现 那么这种情况下材料减不减值 不是取决于它本身的售价 是多少多少钱 而取决于啥呀 取决于那个终端产品有没有发生减值 如果终端产品没有发生减值的话呢 即便材料的成本高于它的售价 这个材料也不减值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直接卖呀 反过来呢 如果终端产品发生减值了 即便材料的售价高于它的成本 那么这个材料也减值 因为你的经济利益不是通过出售来实现 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判断产品有没有发生减值了 如果产品没有发生减值的话材料也不减值 材料不减值的话就意味着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呢 按照它的成本计量就可以了 就不涉及到具体存货跌价减备问题 那么第二种情况 如果说产品发生了减值 就意味着材料是不是也发生减值啊 这种情况下 材料就得按照比较低的那个可变现减值来计量 该种情况下材料的可变现减值怎么算呢 千万要注意是用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做倍减数 用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减掉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还要减掉估计出来的产品的销售水费 在这里边的概念啊 插值好礼命以千礼 考试的时候呢一定要审好题 那下面我们通过几个题目消化一下 18年的单选 说假公司主要从事X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生产X产品使用的主要材料Y 全部从外部扣入 2057年底在假公司财务报表当中 库存Y材料的成本是5600万元 如果将全部的库存Y材料加工成为X产品的话呢 那么假公司估计还需要发生成本是1800万元 这叫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我们运计加工而成的终端产品 X产品的售价总额是7000万元 预计的销售费用及相关的税费总额是300万元 该给的你看看他都给了 如果将库存Y材料全都出售的话呢 它的市价是5000万元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干扰一下 为啥 因为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购入的Y材料全都用于生产加工X产品 也就是说Y材料的经济利益 不是通过出售材料本身来实现 而是通过生产加工销售X产品的方式来实现 那么假定甲公司持有Y材料的目的 吸用于X产品的生产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在对Y材料进行期末计量时 要确定的可变现净值是多少钱 那我们就得用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是7000 减掉进一步的加工成本是1800 还要减掉估计出来的产品的销售税费300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计算的过程结果是多少 4900万元 选项A是正确的 19年的单选 说甲公司20末8年末库存 以材料是1000件 单位成本2万块钱 甲公司将以原材料加工成为饼产品 对外销售 每两件以原材料 可以加工成为一件饼产品 我们材料的数量是1000件 那就意味着加工出来的终端产品数量是1000除以2 那也就是500件 这个计算我们别犯低级的错误 咱们接着往下边走 20末8年12月31号以原材料的市场售价是每件1.8万元 其实这个也是什么呀 干扰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材料的目的是生产销售产品 用以原材料加工的饼产品的市场价格是每件4.7万元 我们算材料的可便宜净值用的是终端产品的市场价格估计售价 加两件以原材料加工成为一件饼产品的过程当中 预计发生的加工费用是0.6万元 这是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那你说一共要发生多少呢 他说两件以原材料加工成为一件饼产品 发生的加工费是0.6 一共能够加工出来多少件饼产品 那就是用1000除以2 500倍 所以总的加工费用 注意总的加工费用是用0.6乘500来计算 没有问题吧 那么预计销售每件饼产品 发生的销售费用金额是0.2万元 算可便宜净值要把它减掉 总数依然是用0.2乘上500件 因为我们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是500件 2019年3月份在甲公司208年度的财务报表 经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出日之前 就是资产负债表事后期间 以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变成了每价是2.02万元 那这个也是干扰项目 首先材料的价格跟我们的计算没关系 其次呢 这个说的是这个价 如果说跟我们计算有关系 比如说材料的目的 持有材料的目的是直接对外出售 那么我们使用的估计售价 是原来给定资产负债表日的这1.8呢 还是说给定日后期间变化后的2.02 那你就得分析一下它是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还是非调整事项呗 如果说这个价格的波动跟资产负债表日的存在状况有关系 那就那就用新的 如果没关系 日是日后期间新发生的 那就我们就用原来的那个 当然对于我们这个提案 因为算估计售价不是用材料本身的价格算 是用终端产品的什么呀 估计售价算 所以说这两个数字它全都是什么 干扰 像 接着走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说甲公司20某八年末以原材料 应当计题的跌价准备金额是多少钱 由于材料是为了生产加工销售产品 所以材料简不简直取决于终端产品 因此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是判断一下终端产品有没有发生减值 怎么判断呀 那就是计算终端产品的成本和终端产品的可变现净值 终端产品的成本怎么算 是用对应原材料的成本加上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来吧 那我们产品的成本 二乘上一千这是什么 这是对应的原材料成本 一千件的材料 它的单位成本是二 因为这些材料全都用来加工产品了 构成产品成本的一部分 一千乘上二加上0.6乘上一千除以二 或者说直接用0.6乘500 这是什么 0.6是每一件产品的加工成本 看到了每一件顶产品的加工成本是0.6 我们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是500件 所以用0.6乘上一千除以二 或者说你直接乘500也可以 自己能看懂就行 反正这是客观体 结果是2300万元 这是终端产品的成本 下面我们要算的是终端产品的可变现净值 注意我们现在要算的是终端产品产品产品的可变现净值 那就是用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减掉估计的销售税费 是不是就可以了 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给了吗 给了 4.7万元每件 一共是多少件 所以我们用4.7乘一千除以二或者说直接乘500 这叫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 减掉0.2乘上500件 这是终端产品估计的销售税费 0.2是题目当中给定的是每一件产品的销售税费 那产品的数量是500件 所以我们减掉的是0.2乘1.2乘1千除以2或者直接减掉0.2乘500 算出来的结果是2250万元 到这我们先暂停一下 因为每一年很多考生在这块都有疑问 他说你这边算可变现净值不用减掉进一步的加工成本吗 不用 为啥 因为我们现在算的可变现净值是材料的吗 不是啊 是产品的呀 算产品的可变现净值还减什么加工成本了 那产品都已经加工完了 如果说算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那你得怎么样啊 你得减掉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那么接着走 产品的终端产品的成本是2300 而它的可变现净值呢是2250 说明啥成本大约可变现净值 那产品就减值呗 产品减值就意味着 为生产产品持有的那个材料呢 它也减值 需要提多少减值 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算的话 就是算材料的成本 算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来吧 材料的成本没有问题 要二乘上1000就可以了 2000万元 那么以原材料的可变现净值呢 哎 看到了吧 这回我们算的可是材料材料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那么我们就得减掉那个进一步的加工成本了 是吧 倍减数是谁 是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 4.7乘上500件 减掉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0.6乘上500 再减掉产品估计的消耗税费 0.2乘500 这个结果呢是1950万元 显然材料的成本2000 高于它的可变现净值1950 它俩一做差呢 金额是50万元 就是期末 我们对以原材料应当计题的跌价准备金额 选项A 是正确的 那么这个题在考场上 或者说这种题吧 因为每年都要考一道的 如果按照这种方法算的话呢 就不太划算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方法呢 显然是分了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是判断终端产品有没有发生减值 怎么判断 就是算它的成本 算它的可变现净值 判断的结果 如果说终端产品发生减值了 就意味着材料是不是也减值啊 随后进入到第二个步骤 计算材料的成本 再计算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然后呢 再一做差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在考场上这种紧张的环境啊 我们尽量去寻找一些速算的技巧 注意 哪怕节省一秒钟的时间 它也是值得的 因为我们在考场上要分秒必争的 这个速算技巧是什么 很简单嘛 产品的减值就是材料的减值 如果你不信的话呢 回头可以在草稿纸上你推算一下 你哥我都已经推算完了 这个速算技巧 我都讲了好多好多年 你相信我 如果说考课官提 这种提 不要按照刚才的这种算法算了 太浪费时间 一个步骤就搞定了 哪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我们算出来终端产品的成本是2300 算出来它的可变现净值的是2250 判断的结果终端产品减值 那终端产品减值材料就减值 而且这个速算技巧的结论上 产品的减值就是材料的减值 所以用2300减值2250就可以了 结果是多少 50万元就是答案了 当然了 如果存货跌价准备没有期出余额的话 这个就是答案了 如果存货跌价准备有期出余额的话 你还得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之上 把存货跌价准备的期出余额给人家减掉 比如说2002年的那个综合题 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个题讲完了 下一个题是17年的单选 这个题出的也非常漂亮 二某16年底 甲公司持有蚁元材料是200吨 单位成本每吨是20万元 那么每吨蚁元材料可以加工生产 并产品移卷 这个是一对一的 我们是一比一 我们刚才那个例子是二比一 不管是几比一 都是小学数学问题 别怕的 该饼产品的售价 每件是21.2万元 将以原材料加工至饼产品的过程当中 发生的加工费等相关费用 就是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每件是2.6万元 放置 以原材料的市场价格每吨是19.3万元 那我们这个材料 如果是用于生产加工产品的话 显然给定的材料市场价格是干扰项 甲公司二某16年的财务报表 批准报出前几日就是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了 说以原材料机器 并产品的市场价格开始上涨了 那么其中以原材料的价格变成了每吨是19.6万元 这个也是干扰项 因为材料不是直接卖 并产生品的市场价格每价是21.7万元 到这我们先暂停一下 大家的苦恼在哪里呢 就是当年的考生啊 说我知道这个材料用于生产加工产品的话呢 算它的可变性净值得按照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算 是不是没问题 这个都会呀 问题是题目当中给定了两个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 一个是21.2 一个是21.7 那我用哪一个呀 那就给难住了 当时的当年的那一批考上 有的同学用的是21.2 有的同学呢用的就是21.7 你们来回答应该用哪一个 你就得看它的这个价格变动 是资产负债表日就有的 或者说呢 看它是不是跟资产负债表日的存在状况有关系 如果跟资产负债表日的存在状况有关系 那你就得给我用新的呀 如果说它跟资产负债表日的存在状况 根本就没关系呀 是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 市场等等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 所发生的变化 那我们就用原来的 这两种情况 你说对于这个题 是哪一种情形 人家说的很清楚啊 在批准爆出前几日 它的这个价格呢开始上涨 没表明它跟资产负债表日的存在状况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用哪一个 我们就用原来资产负债表日的这21.2来计算 因此这个也是属于什么 干扰项 那么甲公司在二某16年以前 没有计贴跌加准备 存货跌加准备 没有期出的余额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二某16年底 就持有的以原材料 应当具体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是多少钱 思路呢 我想大家都明确了 先判断产品有没有发生减值 那么丙产品的成本 要对应原材料的成本 加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对应原材料的成本 是用200吨 乘上它的单位成本 每吨是20 200乘20 加上对应的加工成本 200件乘上每一件的加工成本 告密告速 每一件的加工成本是多少 是2.6万元 所以我们加上200乘2.6就可以了 这个结果是4520万元 下边呢 我们要算饼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 注意是算产品的可变现净值 别犯错误 我们是用产品的估计售价200件 乘上哪一个售价 刚刚已经分析过了 我们用的是原来资产负债表日 给定的那个售价21.2 因为新的这个市场价格呀 是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新发生的 跟资产负债表日的存在状况没关系 来我们这个计算的结果是4240 显然成本高于它的可变现净值 那就意味着终端产品发生净值了 终端产品发生净值就意味着 为生产产品持有的原材料也发生净值 那下面呢 我们就直接用速算技巧算了 产品的净值它就是材料的净值啊 因此4520减掉4240你看看这个结果是多少 这个结果是280万元 选项2B是正确的 下面这段文字愿看的话 大家自己看一看就行了 我都已经讲过了 再做一道2020年的单选题 这道题出的漂亮啊 我们刚才这几个题目呢 都是以制造业企业为例的 而这个呢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制造业企业的存货 我们一般默认的是 就是可以直接销售的 是合格的产品 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存货是啥 买的地皮建的商品方面 说假公司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2019年1月份通过出让的方式 从地方政府的手里取得一宗土地使用权 支付的土地出让金是21个亿 要想到了土地财政是吧 根据土地出让合同的约定 该种土地使用权 拟用于建造住宅 就是建造商品房 它的使用期限民用的 我想大家知道吧 土地使用权民用的是70年 工业用的是50年 商业娱乐的是40年 我们这个是民用的70年 自2019年1月1日开始起算 到这我们先暂停一下 买来的土地使用权 用于建造商品房 请问这个土地使用权 应该通过什么来核算 它的持有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出售 所以要通过存货来 报表上是通过存货来反映 那么我们账簿记录呢 是把它记作开发成本 2019年末 上述土地尚未开发 按照周边土地最新的出让价格来估计 市场价格变成了19亿5000万元 那如果说将其开发成为住宅 并对外出售的话 就是最终出售商品房 预计的售价总额是65个亿 预计开发成本 这个预计的开发成本 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 制造业企业的进一步加工成本 就是把材料加工成为产品 进一步发生的加工成本 那么我们这个最终开发完毕的商品房 可以把它理解为 制造业企业生产完工 入库的合格的产品 而这里面买来的土地使用权呢 我们可以参照着什么来理解啊 就是一般制造业企业 为生产产品持有的材料 如果你能够这样进行对比的理解 那这个题就特别的简单 否则这个题你可能没有思路 来我们预计销售费用及相关的税费 是9亿8千万元 是终端的那个商品房的税费 估计出来的 这个题不去考虑增值税 及其他因素 上述土地在 注意啊 这个土地因为它还没有进行开发 我们在账上叫什么 把它寄作开发成本了 在资产负债表上叫存货存货存货 那么这个土地或者说这个存货 在甲工420某9年12月31号 资产负债表当中劣势的金额是多少钱 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熟低来劣势呗 它的成本是多少 我们是花了21个亿买来的 这是它的成本信息 那么下面要算的是啥东西啊 要算的是它的可变现净值呗 如果说发生净值了 就得按照可变现净值来劣势 如果没发生净值的话呢 继续按照它的成本来劣势 是不是就可以了 问题是这个土地这个开发成本 这个存货 它发布发生净值 是用它本身的成本和它最新的市场价格算吗 因为这个里边给定了它最新的土地的价格 是19亿5000万元啊 不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土地呢 是为了开发建造商品房 最终是通过出售商品房 实现它的经济力一样 因此这块地它简不简值 取决于终端的那个商品房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的分析是什么 是算终端的商品房的成本 和它的可变现净值 那么终端商品房的成本 是用土地的成本 加上进一步的开发成本 进一步的开发成本 题目当时给没给给了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吧 住宅的或者说终端商品房的成本 在这儿呢是吧 我们用土地的成本是多少 我们用土地的成本是21个亿 加上进一步的开发成本是33个亿啊 结果呢54亿元 这叫住宅的终端商品房的成本 那么商品房的可变现净值呢 用它的估计售价是多少 题目当中告明告诉我 用它的估计售价在这儿呢 是65个亿减掉谁就行了呀 终端商品房的可变现净值 用它的估计售价65个亿减掉 估计出来的销售税费9亿8 是不是就行了 因此我们要65个亿减掉9亿8的结果是 55亿2000万元 什么个情况 终端商品房的成本是54个亿 显然的是小于它的可变现净值 55亿2000万元 就意味着终端的商品房住宅 没有发生减值 它没有发生减值就意味着 我们持有的这块地呢 也没有发生减值 既然没有发生减值 就按照它的最初成本是多少 最初成本21个亿来劣势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C选项 OK 那么这节课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